好,我們來看 議題 又是大學學徹題 但是國中生就會了 不用念過考中 太陽光 因為太陽光 現在有關於太陽光的描助 現在有何則正確 然後呢,就說太陽光是現場的 主要來約太陽光主要為 在這個方面的例子,地球赤道直接面對太陽光 時候,太陽光影響最大 地球南北的上空氣力的時候 太陽光是要審生提供現象 在這一個重要關鍵之前 我想跟大家看一下題目 題目這邊有提到一個東西 叫做太陽光度8月份 6000K 6000K 如果今天描溫度越高越偏向藍白色 如果描溫度越低 或越偏向紅色 今天我們看太陽的時候 太陽差不多應該是黃色的吧 所以太陽可能差不多就落在這個位置 好,大家可以從這裡去評伴 今天就去拿一個恒星 它的溫度會比較高 好,那假設我們剛剛講 真的有這個地球 好,那應該不用講說 好,那要平常啊 在反應的過程中啊 它會釋放出一些些的高能力子 但有時候比較激烈就會請教我們的太陽光 那今天太陽光如果直接打到地球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沒關係,我們現在看一下太陽光 用力子的成分是什麼 太陽光啊主要是非常多大量的 這個地球上的有非常大量的這些 靠著電波在傳出的一些工具 例如像是手機 無線電波有像是衛星 這些東西如果今天在太陽光 這些高層的帶電地址 衝到地球上的時候 這些東西全部都會被灘灌掉 所有它的頻率 除了它發出的訊號群都會被干擾喔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手機還是要照常可以用啊 我們並沒有每天都很莫名其妙的手機 就是說喔,我們現在太陽光來的手機 不能用喔,為什麼沒有這種狀況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在地球外面 還有一個磁程 這個磁程中的地球本身有一個磁程 我們說地球有藍磁程跟北磁程 然後這個磁程呢 就跟我們一般系列一樣喔 結果磁力線雖然在地球外面 形成一層磁程 產生一個對地球非常好的防護 今天啊,如果太陽光啊 在靠近地球的過程中呢 它會受到這些磁程的捕捉 或者被這些磁程所屏蔽起來喔 這也使我們地球能夠免於太陽光的一些危害喔 不過呢,有些高的例子會順著我們的磁程 就像到達我們的磁區喔 就像這樣子,跑掉我們的磁區 那這個高的例子呢 碰到地球大氣的時候 就會吸發地球的大氣層 去撞擊我們的大氣層的一些氣體分子 於是產生我們的極光喔 所以我們在南北的地方會看到極光的原因 來自於我們宇宙的一些高的例子 受到磁力線的吸引 於是跑到我們磁區 去撞擊我們的這些高層的這些大氣喔 造成我們的極光的出現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解一下這題喔 這題究竟什麼選擇會是對的呢 太陽光是現今太陽的主要來源 當然是錯的啊 我們今天來自於的是太陽光吧 今天這樣能擺要把太陽光下 才能夠產生我們的電力喔 然後接下來這個太陽光主要為 太陽光的高能力值 好,剛剛講到的是我們的子子 還有我們的氦原子核 這兩個都是我們的太陽光的高能力值喔 好,接下來呢 C卷剛剛說地球是到這邊 對太陽受到太陽光影響最大 剛剛有沒有看到我們的 我們地球呢 是受到我們的這個 磁場所保護的 我們發現我們的赤道這塊區域 其實都是安全的喔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南北氧型呢 的上空氣體會受到太陽光的激發 產生激光喔 所以這題答案就選出 大家你們選對了嗎 好,那接下來來告訴大家 記得什麼喔 記得 第一個是 色溫越高越變蛋白 色溫越高越變蛋白 色溫越力越變矩濃 所以以後不要用它的亮度 來去區分它的溫度喔 要用色溫 好,接下來太陽光的主要是什麼 我們的子子 或怎麼說它是青年蛇 或什麼阿花地質的意思是 太陽子呢 好 那它的專項又是什麼呢 它會攤晃我們的電子上去南北 接下來呢 我們地球磁場是用來保護地球的 我們透過磁場去捕捉一些帶電子的地質 然後有一種叫做冠艾倫帶 它都捕捉很多大量的磁場地質 沈默的黏成文化 好,接下來呢 我們能夠捕捉這些地質 它就不會進入到地球來啦 那這個地質呢 會順著直線到達極區產生激光 OK 那這邊呢 我們來做一個相關的考慮 我們來看一下地球大學 右邊的重點是下絕交交的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趕快點進去看吧 右邊的重點是我會不會交交的 大家不知道 現在如果我們來的地球自轉頭 是直的還是斜的 還有地球南北級究竟在哪裡的話 麻煩請點進去看一下我們這個單元吧 好,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你只要聽過我剛才的講解 你就知道答案是 出爾 所以不用念高中 念完國中就會 OK 這就是我們的學徹底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嗎